守護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成就 維護我們得來不易的經濟發展的果實 是非常非常重要 其中最基本的一項工作就是 要避免或是防止中國的統戰 大家應該都可以發現得到 這幾年來 中國對台灣社會進行各項統戰 也進行各項滲透工作 所以如果我們在面對中國併吞的時候 台灣社會能夠提升全民防衛任性 也能夠結合我們海外各位僑領 大家共同合作 我相信對台灣的保障 一定可以得到進一步的確保 我第一項使命就是 要維護國家的生存發展 談到國家 我們必須先談主權 有主權才有國家 沒有主權就沒有國家 所以我們要讓國家能夠生存發展 我們絕對不能夠放棄主權 中國所提出的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 等於是要求台灣讓渡主權 我們一旦接受 一旦讓渡主權 國家就不保 我們要捍衛中華民國 必須要先守護台澎金嘛 有道士 有主權才有國家 有台灣才有中華民國 都能做出alt